鬼吹灯 第三步 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 第三十三章 碧水之旋 巨大的水流声 如红雷般响个不绝 若不是胖子腰上 有条安全绳 三人早就一起落入 下面的深潭 现在这种上 不来下不去的情况 更加要命 那些虫蝇昆虫的特征 越来越明显 已经是半虫半鬼 丑恶的面目 让人不敢直视 他们正从葫芦嘴 源源不绝地爬下绝壁 快速向我们包抄而来 我大头朝下地 悬挂在藤蔓上 下面深绿色的潭水 直让人眼韵 急忙挣扎着 使身体反转过来 这一下动作过大 挂住我们三人的藤蔓 又断了一条 身体又是一坠 差点把腰身断了 多亏是为阳 用登山稿挂住岩壁 暂时找到了 一个着力点 我苦笑道 这回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 说着话 把M1A1举起来 射杀了两只 已经爬到头顶处的半虫人 其中一只落下来的时候 蹭到了我的身体 一股腥臭令人作呕 我赶紧把身体 紧贴在绝壁上 免得被他的下落带动 跟着他一起滚进深潭 从这么高的地方落进水中 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 十位阳挂在悬崖掘壁上 对我叫道 老胡 这些腾锣 坚持不了多久 得赶快转一道 站道上去 我答道 不过 这可是完命的勾当 你快求你的上帝 显灵创造点奇迹吧 我说爸转头看了一眼 身边的胖子 他在高处 根本就不敢睁眼 死死地抓着 两三根老藤 腰上的安全绳 绷得笔直 上面的岩钉 恐怕已经快撑不住 它的重量了 碎石和泥土 正扑扑地往下落 站道 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 但是经过 刚才突然的下坠 几乎平行了 但是中间几米 寸草不生 要想过去 只有抓住 藤螺与登山绳 像钟摆一样 左右甩动 等力量积累起来 最后一举 当到站道上 我把M1A1冲锋枪 递给十二位阳 你掩护我 我先把胖子弄过去 然后是你 我垫后 这种情况下 没有商量的余地 十二位阳一只手 攀在一条粗藤上 单手抵住枪托 把枪管支在 挂住岩壁的 登山稿上射击 不时的变换角度 把爬至近处的 虫鹰纷纷打落 我把背包挂到胖子身上 双脚抬起 猛踹他的屁股 胖子被我一踹 立即明白了 我要做什么 大喊道 也是来到斗的 不是他妈的 来耍杂技的 话未说完 胖子已带着颤音 向颤道的方向 摆了过去 但是由于力量不够 摆动不到三十度 又当了回来 胖子所抓的藤条 被锋利的岩石一蹭 咔咔两根齐断 登山绳绷得更紧 眼看便要断了 我知道 这次必须要尽全力 只有一根登山绳 万难承受胖子 和那包沉重的装备 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要是不成功 就只有去坛里捞他了 这时忽然听到 M1A1那打字机般的扫射声 停了下来 估计十二位羊的弹药 已经耗尽 剩余的弹骨都在背包里 在这绝壁上 没办法重新装弹 此刻已成燃眉之势 当即奋起全力 先向侧后摆动至极限 抓着老藤 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 我用力过度 自己脑中亦是一片空白 耳中只听胖子熬的一嗓子 登山绳断开的同时 胖子已经落在了 战道的石板上 但是下半身 还悬在残破战道之外 原本离我们 就不算近的战道 此时又被他压塌了一些 这些古代战道 都是螺旋形由上至下 一扎扎围着 悬崖绝壁筑城 我们进古时 曾见过截断水流的堤防 当初施工之时 想必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 所以有一部分战道是穿过瀑布的 后来想必被瀑布冲毁了 胖子所处的是一段残道 他砸落了几块石板 却终于爬了上去 躺在上而惊魂难定 一条命只剩下了小半条 不住口地念阿弥陀佛 握住胖子上了战道 自己赖以支撑的两条藤螺又断了一根 仅剩的一根也岌岌可危 抬头再一看十二位阳 他正反转M1A1的枪托 将一只抓住他肩头的重重打落 面目可憎的虫子们 形成万月形的包围圈 已将我们两人裹住 我赶紧向上一窗 用手勾住侧面一条老藤 对十二位阳喊道 该你过去了 快走 这时不是谦让的时候 十二位阳足上一点 将身体摆向战道 反复摆动积蓄力量 我健壮也想顾忌虫师 抬脚踹他屁股 十二位阳却也抬起双脚 在我脚上一撑 借力弹向战道 随即一撒手 落在了胖子旁边 这时胖子也已回过神来 从背囊中取出 另一把芝加哥打字机 把我身边的重人 一个接一个射进深潭 但是M1A1火力虽强 此时也如杯水车心 挡不住潮水般 一波接一波的 半人半虫怪物 然而古战道上 可能有防虫防蚁的密料 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战道 反倒是全朝我拥来 我的弓兵铲登山高 全让我在游泳的时候扔了 身上只有一把俄式散兵刀 在这绝壁微牙上难以使用 只好顺手拔起了 射雷扬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高 随手乱砍 在胖子和射雷扬双枪的掩护下 我虽然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被团团包围 只求自保 以无暇抽身 当道战道上去了 射雷扬灵机一动 正要扔绳子 过来接应我 此时我攀住的藤罗 却已被砍断 这些千年老藤 十分坚韧 但重人像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狗 顾不上口气里的道刺都被折断 咬住了藤条 就不松嘴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发挥出了身体 百分之二百的潜能 感到那老藤一松 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 便向侧面横跃 抓住了另一根藤条 但是这样一来 反而离那战道又远了几分 我的手刚刚抓牢这根藤条 有只红了眼的虫人 突然凌空跃下 刚好挂在我的背上 裂开四片 生满道刺的大嘴 对着我后脑勺便咬 我顿觉腥风扑鼻 暗道不妙 急忙猛一偏头 使他咬了个空 他转头又咬 我已逼无可逼 见那块口中粉红色的 森森肉刺直奔我咬来 一串M1A1的子弹 擦着我后脖子的皮 飞了过去 我背后那只虫人的脑袋 被骑着脖子打掉 我只感觉脖子上一热 后脑背见了不少虫血 我顾不上去看 究竟是胖子 还是收了羊打的枪 但是那就我性命的射手 肯定考虑到 如果射击虫头 必定会把有毒的虫血 溅进我的嘴里 故此用精准的枪法 射断了他的脖子 虽然射立羊枪法也是极好 但是他的射击缺少了一股狠劲 能直接打要害 而且手底下这么有准的 应该是胖子 我手上的登山稿 被另一虫口牢牢咬住 正自吃紧 想用力把他甩落 忽然又有三只虫人 从绝壁上跳落 效仿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 直接向我扑了过来 其中两只在半空便被 12类羊和胖子的M1A1打死 剩下的一只却又跳到了我的背上 我背后上有一具 没头的虫尸 没能甩落 这下又加上一个活的 手中的藤条再也承受不了 立刻断了 几乎同时 支援我的火力 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碎片 但是我失去了重心 身后挂着两具无头虫尸 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 耳中只听水声轰隆 头下脚上的直向深潭中落去 眼中所见皆是墨绿 哪里还分得清楚东南西北 只有一个圆形的天光晃动 四周垂直的微雅仿佛铁壁 这一刻就像孤身 坠入十八层明明洞府之中 距离人间无限遥远 便于几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